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就通融通融 再给几天时间吗 那能给个具体期限吗 一个星期 还有一个星期呀 可是这个 能不能再快点 可以啊 七天 这就对了嘛 这不一样 你别插我 能不能再快点 苗子 我们得拿出一像样的东西给你 胡乱写一通明天就交稿 那东西能用吗 还有 你们以后有什么事直接来找我就行了 别去烦佳琪 我们嘴巴一动什么事都解决了 可是她是做具体工作的 得一笔一环地爬格子 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上去 让她保持一个轻松的心态吧 那行 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必须交稿 晓鸥 我们真的没有时间了 行吧 就一星期 希望别再有什么变化了 佳琪 晓鸥 真的拜托你们了 你们聊啊 邓老师 加油 老邓 真的全都靠你了 好 晓鸥 谢谢你 我已经在找房子了 但是我需要时间 佳琪 我真的没想到 给你这么大的压力 我就是一时觉得冲动好玩 我就要离开了 不会再影响情绪 晓鸥 我不是因为你搬到我隔壁 我才借出东西来的 我正身也不知道怎么了 我 一点创作的灵感都没有 昨天晚上我想了很多 我一直在想 我看到报纸上 那个租房广告时 到底出于什么心态 可能当时 连我自己都没搞清楚 就稀里糊涂地搬到你家隔壁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控制不了自己 而且我发现 我越来越控制不了自己 我理解 我理解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是真的抢了你 还是比你离婚了 为什么所有的错 都扣在我的头上 贾琪 她现在是名副其实的邓太太 没人动摇她的地位 她们为什么这么对我 跟我走 去哪儿啊 回家 妈 我跟影子这个这么多年了 我们俩也算是情投意合 心心相仰 株恋必合 这门当户对 她反正是非我不娶 我是非她不嫁的 不是 您理会这意思就行了 您多支持一下 行 你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你说我能不支持吗 影子 我把我这儿子拉拔大了不容易啊 我用了三十年的时间 岁月不饶人哪 这接下来的三十年 四十年 五十年 就全包在你身上了 不是 妈 我能活那么大吧 这不是都王八了吗 什么话 王八能活一千岁呢 千年王八万年归吗 对 归儿子 影子 只要你对我们家苗子好 我就放心了 至于你对我 对他爸爸好不好的 无所谓 怎么会呢 阿姨 我肯定会对你们好的 再说了 这个尊老爱幼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喝啊 你嗓子不舒服啊 给我妈倒一杯啊 对对对 服务员 服务 你去吧 你去吧 什么眼力劲啊 我说 不如那个小蕊 还有前面那个 你们别再提以前的事去了 妈 对对对 不提 不提 过去的 就让他过去吧 对 不提了 不过 你怎么也得管教管教他 你要尊重我吗 对 您是婆婆吗 好 还是我儿子对我好 白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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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琪 这是我的房东 那你们聊 我在前面等你 你找我有事吗 白小姐 这个房子 我不能租给你了 为什么呀 这个 反正就是不能租给你了 我们之前不是签过合约 而且我也付了半年的钱 你这样算是违约的 白小姐 你看 我租房子给你啊 就是觉得你精明干练 你个小白领 文文静静的 我租给你呢 我也放心是吧 可是 谁知道你 搞这种事 我搞什么事了 这小区的人都说 你的品质有问题 谁跟你说的 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咱俩没闻 这都 这够引人家老公呢 你还品质没问题啊 谁跟你说我够引人家老公啊 谁说的 这全小区的人都在传 这物业公司的人也找到我了 跟我说你租房子要搞清对象 别租给那不三不四的人 不三不四 不是了 反正我就不想租给你了 要不你这半年的房费 我退给你 这还有半个月的房租 我就不要了 你看行不行 不行 如果那样的话 就等于我承认了我勾引别人老公 我签过和约我给过钱 这房子我必须得住 那你这是不讲理啊 你听了别人流言蜚语就怀疑我 是你不讲理好吧 无风不齐浪 这行的正做的端 人家为什么编派你啊 这白小姐 你 你看你这 水水灵灵的啊 找什么样的人不行 那非得去勾引人家的老公 你怎么说话呢你 你去找恶意诽谤你知道吗 你是谁啊 这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 我就是你说的那个有妇之夫 是我勾引的他 没事 滚一边去 走 你怎么骂人呢你 来 进来 后飞儿 后飞儿 你出来 妈 你别管 妈 后飞儿 怎么了 你妈呢 溜弯去了 告诉你 一会儿他回来了 立马给我收拾东西走人 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 他办了那是人事吗 弄两只破胶鞋 挂在那白小鹅车上 他什么意思啊 你凭什么认定是他干的 我告诉你贺飞儿 我早就看见他在客厅 摆了那两双破胶鞋 我还以为他要玩 富五流的自己穿呢 闹了半天这另有企图 你等着 我现在就把证据给你整出来 老大 你干什么 你这样干什么呀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不就证据了 这是什么 妈 你别管 什么呀你 你还想说什么 对不起 我妈做事是有点过分 但是她这么做 是为了你我好 我用不着 我也不会领她这个情 赶紧我让她走 不然我没好话说 林佳琪 从我妈住进来那天起 你有过一句好话吗 她不办人事 你让我说什么好话呀 我妈不办人事 她办的是人事 知道我们俩结婚了 结婚头天晚上从上海过来闹 拿走我的结婚戒指不算 一次一次给你发邮件刺激你 现在搬到对门来搅局 她办的是人事吗 贺飞儿 结婚那天我就跟你说了 我不喜欢你 是你自己背头撞进来的 你给我保证了 你不会后悔 我才答应跟你踏踏实实生活的 谁知道现在 你跟你妈在背后害人 你还有理了 好 说的是实话 妈你听见了 打结婚那天起 就盼着我跟她闹 盼着我跟她离婚 从来没有碰过我 弄得我以为她那方面有问题 在你们面前对我特别好 在背后跟我玩阴她 邓家琪你是不是跟男人啊 那是你自己愿意 我逼你了吗 因为你口口声声跟我说 你再也不爱她 再也跟她没关系了 我才相信你的 可非要你错的 我是被你跟你妈 逼成现在这样的 你不要嫁活与人 是你自己不坚定 是你自己为人有问题 你还算不算跟男人邓家琪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你想干什么 想离婚是吗 对 我就等你这句话呢 离就离 谁怕谁啊 我怕你啊 妈 你别管 今天谁也拦不住啊 让她把话说完了吗 省得咱俩谁憋着心里动难受 离就离 我就离婚嘛 我告诉你可非啊 你别后悔 邓家琪 我早就后悔嫁给你了 好 老邓 你马上回来吧 家里边都乱成一锅粥了 好 开什么会啊 儿子要离婚了 老邓家琪 你别后悔 我早就后悔嫁给你了 后悔你可不早说啊 我早说你可不早说啊 你可不早说啊 你干嘛娶我啊 呦 这狐狸精都领家里来了 你这个兔崽子你 我 我 我 你干什么 去哪儿啊 你干什么 你干 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呀 打人啊 你干什么呀 打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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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住手 弄什么呢 有儿子 他打人 未来的狐狸精 成什么样子 你告诉你们 这是我的家 谁不愿意住 你都坐回 快 你干嘛走啊 你给我站住 要走也轮不上你啊 你给人成地儿啊 要走也行 让他赔偿损失 什么损失啊 青春损失费 精神损失费 离婚赔偿金 还有删养费 你都得赔 甭废话 拿钱来吧 秦家墓 行 我听明白你不就是要 钱吗 怎么着 行 钱我给你 行了吧 儿子 儿子 拿着 听好了 这是我全部的家长 多了没有 爱要不要 拿着 凭什么不要啊 这还不够呢 我告诉你 老大快 别让儿子走 妈 你别管我走 别让儿子走 闹够了没有 爸 这是我在闹吗 你自己看完 这是我闹的吗 除了你闹还有谁闹 我告诉你 你都闹了半年了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自打你背着我们 去上海回来以后 你就没有消停过 佳琪 你想干什么呀你 啊 你想要了你爸自己的老命 你才中快吗 爸 如果不这样我会憋死的 我看出来了 现在不是您死就得我死 干脆啊 您就赶快让我走 您眼不见心不烦 别走 别走 您走了妈怎么办呢 嗯 妈 儿子 妈 妈不舒服 你快去 妈 给我拿药 您就别再用这招了 这招现在对我不管用 臭小子 我告诉你 你今天赶了一天这个家 你永远别再回来 爸 您这招原来对我特别好使 因为我怕你不让我回来 我怕失去这个家 但是现在我不会了 因为我对这个家彻底失望了 也许你说的是对的 您早就不应该让我再回来了 我半年前 就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儿子 叔叔 我求求你别闹了 爸 爸 你别吵 来 快起来 你起来再说 爸 快起来 半天起来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起来 起来吧 起来 老邓啊 老邓 你别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哪有父亲给自己儿子下跪的呀 你这是要遮咱们儿子的瘦啊 起来吧 爸 来 儿子 我和你爸都这个岁数了 你就真的忍心扔下我们你就走了 爸 妈 妈 阿姨 叔叔 我没想到会成这样 本来只是想开个玩笑 佳琪 对不起 祝你和菲儿幸福 手 笨子 走 曾佳琪 你还走啊你 你爸妈都成这样 你要把这家给毁了是怎么着啊 我是送她不行吗 你回来 妈 我求求您了 你别闹了 什么 我别闹 你这个傻丫头啊 你都让人家给骗了 爸 晓鸥啊 马上来佳琪家楼下接我 我走 我再也不管你的事了 我 我走 老伯儿 你说咱这是做了什么孽了 我 走 我现在的心情实在没法开撑 所以让苗子来接我 等安顿好了 给我打个电话 我终于领教你的家庭了 邓佳琪 这就是你所谓的 平凡的生活吗 你都看见了 我爸他给我跪下了 是啊 就是因为我没跪下 我没跪下 然后就没跪下 你们的照片 我可以跪下 你俩看不关的人 那你一会儿去哪儿呢 先找个酒店吧 先找个酒店吧 你 你也别难过了 这强柳的瓜它不甜 放弃吧 不是你的 它怎么都不是你的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您关机 您好 您好 住这屋的那个客人在哪儿呢 走了 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不太清楚已经退房走了 先生还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你 你 你 蒋公子 你怎么在这呢 我跟你说话你装听不见是吧 我跟你说话呢 听见没有啊 说话呢 小蕊 干什么呀你 喂 我让人给骗了 我让人给骗了 小蕊 骗子 混蛋 二十万 全没了 二十万 那就 你先别激动啊 你先别激动 你就当花钱买个教训吧 我没事 小蕊 我觉得自己窝囊 我没用 笨蛋 我废物点击我 吃一欠长一智 不着急 不着急 一欠啊 一欠什么呀 好吃吗 吃一欠 长一智 二十万一顿 一欠人太贵了 都这时候了你还想着吃啊 哎呀 好了好了啊 好了啊 哎 干什么呢 怎么了这是 哟 怎么了你 这是怎么办 从来没见你这么激动 出什么事了 说话 宁姐 她被人骗了 这这被谁骗了 多少钱啊 找她去 哥也不是特多 两千啊 不是 两万 二十万 二十万你告诉我不是特多 你疯了还是我疯了 苗哥 要不是我爸拦着 我就给人打一百万了 我说你什么好啊 千听明白 主佛让你小心谨慎 哎 报警没有啊 没有 报啊 哎呦 哎呦 我嫌麻烦苗哥 二十万 我认了 我说你打钱之前 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苗子 苗哥 他 他都这样了 你就少说两句吧 我这回我就想自己拿个主意 我不想什么事都问你 什么事都你帮我拿主意 就跟我没问你活不了似的 我也答应小蕊嘛 我得靠自己的本事 挣一百万 哎呀 好了好了啊 钱没了还可以再赚回来 你先别哭了啊 会哭了 哎 行了行了 那个你们俩先回去 我单独教育教育这啥子 行 好好说说他 你什么情况啊这都是 就是我 我 我怎么那么想抽你呢我 真是许瑶哥 瑶哥 你就少说他两句吧 走了啊小蕊 李长 送你一个数字啊 大于一小于三 过来 二啊 你还知道啊 我跟你说这个井啊还是得报 咱们不能便宜那孙子 走 哎 等会儿 等会儿 哥 不是 你报井先不急 你要是 报了井 我爸那边 他知道了我怎么教他呀 呦 大公子啊 你不是不害怕你爸吗 哎呦 哥你就 别逗我了 什么时候了逗我 没人逗你 哥 你救救我吧 行 哥救救你 嗯 我跟你一块回家 你爸要是骂你呢 要是打你呢 我就帮你一块 你帮我挡着 我就帮你爸一块 骂你 打你 哥 哥 你对我最好 我知道啊 上车嘛 上车 哥 你真好啊 嗯 来 快喝呀 就下次等会儿 走 快喝醉了 快喝嘛 快喝哪个 我们离婚吧 你还要闹什么 不是 这是我经过身思熟虑以后的结果 你什么意思 我就想成全你和白晓鸥 这场游戏我退出了 我累了 我不想大家都不开心 尤其是你不幸 因为你对我来说 最重要 真的 真的 你以为离婚 是那么简单一件事 你觉得你过得了我爸我妈 还有你妈那一关吗 我们两个人离婚 就跟结婚一样 不单单是我们的事 我知道 我有个好办法 只要你听我的应该没问题 你有什么办法 这个时候 我们去离婚的话呢 你爸妈肯定受不了 我妈一定会闹 家里会出大事的 是 刚才我爸都给我跪下来了 我到现在心里还难受 我们不能再刺激他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 我们就当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什么意思啊 我没听明白 其实离婚跟结婚一样 就是个手续 我们就当我们已经离婚了 只是没办手续而已 从今以后 你不干涉我 我也不管你 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和白晓鸥交往 我呢 从明天开始努力出去找工作 等找到工作以后 过一段时间工作稳定了 老人民欠也消了 平静了 我们再提出这个想法 而且由我主动提出 他们应该可以接受的 飞儿 我都不知道我可以说什么 你不用说什么 我知道 小女的瓜不甜 飞儿你知道吗 天哪是些 我是真的想好好贵你过日子 我没有骗你 可是后来白晓鸥一出现 我发现我自己的内心深处 爱的还是她 真的没有办法 你知道吗 爱情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真难说清楚 你不用解释 这个我明白 就像我莫名其妙地 喜欢的人一样 虽然 你有什么需要我补偿的吗 我一定能当 没有啊 我就是希望 在我们真正离婚以前 我还住在这个家里的时候 我们两个不要再吵架了 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好吗 嗯 一定 还有 刚才你骂我妈了 你去跟她道歉 这没问题 其他的 没什么了 那个从今天晚上开始 我们就按以前的 单双日睡地板睡床 不用了 办手续之前 我都睡地上就睡床上 好啊 我就让你身试以为吧 谢谢你 我都睡地下着 我都睡觉了 在夜宫 就像你那样 我一样 不客气 很不客气 ups 那就是 替你 我 我去找爸爸 妈妈 哥哥 苗子来了 好久没看见你了 快屋里坐吧 大鹏啊 爱国 大鹏和你儿子来了 苗子来了 苗子来了 来来 快进来进来 快里边坐吧 苗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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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着 你和大鹏啊 什么事啊 这个 有个事得跟您说 但是 您得保证啊 您别发火 刘云 你先回屋 您坐啊 什么事啊 您保证您不发火 我不发火 说 就是他那个 我们俩刚从派出所出来 您给他的钱让人给骗了 全没了是吧 李叔叔 过来 你自己说 大鹏 来来来 过来 不是 又来 好好说 去去去去 昨天会计跟我说 你把钱转走了 我就知道美好 那边迟迟不传合同 给我们律师看 又催着你交款 我就知道这是个骗局了 那 那你还给了钱啊 当时我要是说出来 他铁定不信哪 肯定要跟我吵 好 虽然我早就料到了这二十万 一定是肉包砸狗 要不去 不会 可我还是给他 有点晕 没 没那么明白 大鹏啊 就当买个教训吧 这二十万 你爸还赔得起 爸 我错 大鹏啊 你真的以为你十四岁以后 爸就不管你了 不疼你了 你错了 你是我儿子 我不管你管谁啊我 爸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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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爸 给你吃酒去 好了 大伙快起来起来 老婆不吃 起来 走吧 我去 以后就是啊 多听听大人的话 不行啊 多找朋友商量商量商量 就是 别在那儿自以为是吧 行了 没事了 没事了 来 什么事长点记性 都在这儿吃完饭吧 好吗 行 我去让叶叶准备 那我 那别走了 不行不行 真的真的 苗子 还得回去上班去呢 苗子 在这儿吧 你阿姨留你在这儿吧 谢谢谢谢 走了 苗子 苗子 谢谢你啊 苗子 谢谢你啊 苗子 再见 来玩啊 你怎么干什么铺床呢 顺手 她给你倒了杯水 喝了就喝了 谢谢啊 怎么那么殷勤呢 我这不于心有愧吗 警告你啊 别对我太好了 小心我一后悔 不跟你离婚你可就惨了 菲儿 其实我对你好 真的不是想催你跟我离婚 我就是觉得自己对不起你 我就是觉得自己对不起你 算了 这年偷尸也不在乎这个 我还是觉得对不起你 你这辈子对不起的人还真多 确实是啊 人还真不少 睡吧 好 好 菲儿 把枕头递给我 来 地上凉不凉 我凉 跟你说句你不爱听的话 你说 你这个人哪儿都好 就是他窝囊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我小时候的生活 如果你要了解了 你就知道我有多大的压力了 孩子 菲儿 你们睡了吗 妈 我们已经睡了 妈得到你们屋里边拿一下药 妈进来了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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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上来 快快快快 你爸胃疼 嗯 我们在屋的备药啊 吃完了 你这怎么不盖被子呀 这孩子 就是啊 佳琪 不是啊 枕头怎么跑低下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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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琪 睡枕头 睡觉不老实 嗯 好好睡吧 哦 好 嗯 嗯 你就是睡床上吧 方便吗 有什么不方便的 咱俩不还没离婚吗 我看以后也别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床上睡了 不然万一你妈又进来查杠 行 我妈还真没准啊 嗯 那我睡了 嗯 睡吧 嗯 好了 我睡饱了 我上班去了 嗯 路上小心点啊 给你包 不用每次出门都嘱咐啊 我又不是小孩 小孩我才不嘱咐呢 你一天到晚都迷迷糊糊的 嘱咐两句保险 你拿着外套吧 外面有点凉 嗯 到底这么说我还不如小孩呢 嗯 走了 小心点啊 嗯 拜拜 我也去人才市场看看 嗯 我先走了啊 好吗 怎么好得这么快啊 是啊 感觉两个人想在演戏是吧 路总 你看 我们家里的环境啊 实在太恶劣了 我根本写不出东西来 我应该有一个安静的地方 这样 我也好写东西 你那意思是说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把自己封闭起来 对 像我们家 你们家 嗯 得了吧 你那个嘛 三天两头都来个突袭 谁受了啊 这什么呀 这开会呢 严肃点 这样吧 我在郊区有一个别墅空着呢 上我那写去吧 太好了这 小姐 哎 找把这公司给打扫一下 好的 不好意思啊 我们来晚了 没关系 咱们就是一临时会 主要是佳琪说家里的环境太乱了写不下去了 我把它关到我郊区的别墅写去 关起来写 哦 这是邓老师自己要求的 惯用的招数 出了事只会逃避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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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找 娃子 说你看 你得时刻知道佳琪需要什么 嗯 现在她这儿没什么事了吧 肯定没事啊 她再有事我收拾她 行了你收拾谁啊你 给你那工作你做了吗 时间表列了没有啊 我是想等她那个分级剧本出来以后 再列列时间表 行行行 分级剧本出来 马上就要进入剧本创作了 我那边就得启动 那时间节任务重了 你这儿老给我掉链 陆总 是这样的 我自己粗粗地列了一张时间表 也不知道列得好不好 您给多提意见指导一下 你列时间表 嗯 两个星期分级 两个月剧本创作 一个月修改 这样就是三个半月能开机 顺利的话年底就能关机 行可以 就先按你这走吧 好的 希望不要有什么变化了 陆总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行 散会吧 行 散会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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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子坐点儿 邓老师 您单独跟我聊什么呀 你什么位置的时间表 我早就坐好了 怕陆总问就一直戴在身上 没想到今天还派上用场 好 您要看一看 姐子 菲儿 你怎么来了 帮我打理生意 正好出来找工作 就逛到你这儿了 进来看看 怎么样工作找呢 这年头工作哪那么好找啊 来 你跟老邓怎么样了 我和老邓 我们准备离婚了 他要跟你离 不是 是我要跟他离 为什么呀 我想成全他和白晓鸥 你想成全他和白晓鸥 你脑子没事吧 你这不是助长了小三的嚣张气焰呢吗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